今天来聊十二星座隐藏人脉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但你是结识小人还是贵人 每个星座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隐藏人脉哦 有时候卡关的时候 人脉还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一臂之力 来 一起来看看十二星座隐藏人脉在哪里 第一组 跨领域人脉高手 双子座 双子呢 是有名的侨王啊 你有看过一个人到哪里都可以刷脸吗 嗯 双子可以 热情又有点鸡婆的双子 平常就扮演工作圈朋友圈中的乔逝者 难订的餐厅 难抢的演唱会 买东西要折扣 双子都是不怕麻烦地帮你乔来乔去 而且不分交情深浅哦 平常累积的人脉 使得五湖四海的朋友 都在紧要关头乐意帮助双子 人脉可以说是遍布各界 甚至世界各地 双子有困难的时候 不妨跟不同领域的朋友聊聊 也许也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或帮助哦 母羊座 如果说双子是人脉广 那么母羊的人脉可以说是又深又广 对有热情的事情 母羊总是一头热 没有同伴也勇敢地独闯的母羊 也许下课后 一个人就会加入某个社团 或下班时间自己报名有兴趣的课程 或一个人去旅行 不要看这些母羊温温的 不设限的母羊 可是很快就能够交到能聊心事的朋友 看起来安静不活跃 其实朋友超级多哦 时间久了 母羊就能打造出 完全不同领域的各种朋友圈 如果母羊突然离职 跑去做毫不相干的工作 你也不用太意外 母羊的人脉就藏在你从没想过的全新领域里 狮子座 强者之间气味相投 狮子天生对能力是很敏锐的 擅长交际的狮子 平常看到强者 就很想认识认识 狮子的强项就是在职场上展现 优秀的气场 让人慕名而来 来认识它 随着职业上狮子工作越久 认识的各方精英也就越多 狮子身边不乏人脉 但狮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 真的碰到困难 也很难开口要人帮忙 有时候狮子真的要学会开口求助 其实欠人情也不会失面子了 身边的佼佼者是很愿意跟你连接到 因为你优秀就好了 等到人情欠来欠去分不清的时候 就是你们很有交情的证明 所以脸皮不要太薄 再来是超给力 长辈人脉 射手座 射手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嘴甜天下无难事 射手真的应该开一个说话课 教大家怎么说话 因为你们信手拈来的说话艺术 谁听谁喜欢 不若俗套的称赞 没有礼仪廉耻的赞美 不管是不是真心 听起来就还蛮有诚意的 你们很慰言哦 所以这让射手的长辈员 长官员 是十二星座中的翘楚 你们的幸运体质来自于 你们不但会说话 还很会做人 在学校特别受到老师 学长姐的关注 在工作上你也受到前辈的照顾 更常成为引荐时的第一人选 大家都会想到你耶 这是不可多得的长辈型人脉 让射手们比别人少走一些万里 再来就是摩羯啦 摩羯做事满分如果是十分 你们会做到二十分 当大家夸赞说做得太好了 摩羯心里还会想 这不是我该做的吗 职场上有多出来的工作 摩羯也不用别人交代 自己就会跳出来扛 因为你觉得这是你的责任 可靠踏实的模样 真的蛮得人疼的 那摩羯的沉稳也很容易让人忘记他的年龄或资历 容易跟前辈长辈成为忘年之交 因为他们会以为你是平辈 或刚进公司三个月 却想待了三年 而且你被提拔的速度 应该也比别人快哟 因为大家信任你嘛 那摩羯吸引到的人脉辈分 可是跟别人完全不同的层级呢 唯一要注意的是摩羯的挑剔病 有时候不只挑同事不认真 连长官都挑剔哟 长官你也不够认真 哎呀 摩羯请你忍耐一下 不要把欣赏自己的贵人都赶跑了好吗 再来就是金牛座 金牛比较特别 个性固执又别扭 所以不一定受到大多长官的青睐 但只要有一个长官贵人 慧眼欣赏了你这个金牛 那你就能像做直升机一样往上升 金牛表面很淡定 但骨子里是忠诚 而且是流着热血的血液 你看中我 那我就为你鞠躬尽瘤 抛头颅撒热血 这是金牛心里的话 他知道自己不好搞 感念被提拔 所以金牛也常把 对贵人的感恩挂在嘴边 久而久之 甚至培养出师徒关系 遗传关系 有接班人的姿态哦 所以金牛需要的是 做自己 让慧眼独具的伯乐来找你 你很懂得感恩 又不会认定那是自己的功劳 那么提拔之路不远你啊 再来是日久见人脉行 第一个就是处女座了 处女座有需要动用到人脉的时候吗 处女应该很不想吧 因为能自己解决的事 绝对不想麻烦别人 求助不就是告诉所有人 我不行吗 这是处女的心里话 不过处女卷起袖子 默默做事的服务个性 早就让别人在心里帮你加分 大家都是很愿意帮你的哦 所以处女有时候也依赖一下别人吧 而且优秀的处女座 喜欢跟优秀的人相处 心里早就筛选出一群 她心里认可 能力又超群的伙伴 不过能够让处女座安心开口的 可能只有她足够信任的老朋友 处女的隐形人脉就是她信任的老朋友们 那当然就是自有一个小圈圈咯 天蝎座 天蝎座的隐藏人脉 应该就是近在眼前的这一批吧 因为你们有招黑体质 所以天蝎碰到贵人可是不容易啊 而且还很容易招小人在背后说你东倒米西 不过有人弄你就会有人出面守护你 天蝎的遭遇以及用真心交朋友的个性 使她常年下来 身边默默会有一个自己人圈 这些都是经过考验 能够不被天蝎爱恨分明的个性吓跑 而且看懂你真正性格的真正自己人 会在天蝎出事的时候 帮天蝎出气为事解决问题 也很心疼你 也会告诫你 所以这些人对天蝎讲话也是不太客气的 就会上教官 有时候我也会让天蝎觉得很不舒服 不过愿意说真话就代表是 自己人是真的很爱你哦 相信天蝎是感受得到的 第四组 人脉就是你自己 靠什么人脉 靠你自己啦 第一个就是天秤座咯 别人喜欢养狗养猫 天秤的专长就是养关西 天秤对于气氛的掌控是很擅长的哦 就算合作关系看起来走下坡 但是如果天秤座有心 再糟的状况 靠着天秤的巧妙应对 也能让气氛波云渐日 好像也没有那么低迷 天秤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力 靠的是比谁都会换位思考 听得出对方的需求 又不会说破 还让彼此都有台阶可以下 这是天秤在的场合 那就能够让气氛轻松融洽 当然前提是天秤要愿意啦 自然而然听到天秤的名号 大家都愿意跟天秤再次合作 没有关系的 因为没有撕破脸 所以天秤的人脉就藏在一次次完美的维系关系里 当然是水瓶座 水瓶连人脉都藏得很奇怪 大家都认为水瓶很孤傲 看似对世间万物毫不关心 总是有点独善其身的味道 不过水瓶可是凡事都看在眼里 而且心思很细腻哦 而且水瓶心里有一副 比李长博的热血心肠 有时候呢 旁观旁观着 就忍不住跳出来帮忙 对方反而会很惊讶 哎呀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 水瓶看到这种反应 心里就会很有纯就感 这个就是水瓶独有的反差感咯 这也会让人印象很深刻 因为你总是及时出手嘛 所以水瓶如果多愿意释放自己李长博的性格 好人脉就这样默默累积出来啦 庄鱼座 庄鱼座的人脉可以说是藏在空气中 你们有一种特殊技能 你比别人更早读懂空气 对别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特别敏锐 有时候双鱼看似心血来潮的闲聊 关心 马上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 因为那些都很达到点 也许原本相近如冰的人 忽然就被你打动了 或者是心里本来看你不顺眼 也可能在内心默默改观哦 发现你怎么跟我以前认为的不一样 所以懂得这种自然而然破冰法的双鱼 也许还能把潜在的小人变贵人 所以读懂空气后 释出善意的双鱼 不怕没有好人脉啦 简单讲做好人就对啦 具体想找出隐藏人脉吗 首先当然控制自己情绪 跟擦亮自己双眼 巨蟹总是付出最多 然后我们的感受是 你总觉得自己被辜负 这句话巨蟹应该很有感觉吧 巨蟹是不是常想着 我多做一点没关系 别人有需要我就帮忙啊 所以你就会牺牲自己的精力 奉献时间 不计回报的付出 你确实能够获得好名声 大家都依赖了你 你也累积了一些人脉 但是你好像不太知道怎么用这个人脉 这个情况付出久了 内心就有点难受 因为别人又不像你这么纤细 敏感 知道事实的出手 那你心中就会不平衡 记得哦 有不愉快要随时说出来 才不会累积到满腹苦水 让好人脉都被你的情绪掩盖了 祝福大家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隐藏人脉哦 在孤立无冤的时候 记得哦 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在